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同俄罗斯总理米苏斯京共同主持中俄总理第28次定期会晤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 李强表示 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 中俄关系持续高水平运行 中方怨同俄方以明年两国建交75周年为契机 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不断传承发扬中俄世代友好 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新的更大发展 给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米苏斯京表示 俄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并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俄方愿同中方一道 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 加强经贸 能源和投资等领域合作 深化人文交流 密切多边沟通协调 把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 李强和米苏斯京听取了中俄投资能源合作委员会 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 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 政府间合作委员会 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双方代表工作汇报 两国总理充分肯定双方各委员会 一年来高效务实的工作 双方一致认为 当前中俄两国都致力于发展振兴 双方要进一步提升中俄关系发展的内生动力 拓展双边贸易往来及农业合作 共同维护两国能源安全 加强互联互通 增进人员交流和地方合作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李强与米苏斯京共同宣布 2022至2023年中俄体育交流年圆满闭幕 双方将办好2024至2025年中俄文化年 会晤后两国总理签署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联合公报 并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何立峰 吴正龙 慎怡勤等出席上述活动